美东时间6月4号 在纽约时代广场上 最醒目的广告墙上 出现巨型滚动画面 上面写着 台湾是民主灯塔 自由蓬勃发展地方 平等的堡垒 这是海外青鸟发起的募资活动 只是在台湾的青鸟 Lily Ann帮忙宣传募款 现在却卷入风波 脸书粉砖上 秀出脚好身材 本身是一名舞者健身教练 常常po出钢管舞等等影片 只是他被大学同学爆料 诚信男子发文说 Lily Ann欠他万元学费 另一名大学同学也跟进爆料 只要用他的姓名 去查司法判决系统 就知道至少有三件诈欺案在身 有多位同学受害 而他本人也po文驳斥 从头到尾广告募资 没有经手过钱的事情 单纯义务曝光 希望大家帮忙 那参与这个活动的人 当然也是千千百百种 那直接把里面的一个人找出来说 他以前有欠钱什么等等之类的 这是非常一贯 这种抹黑的手法 绿营立委质疑网路带风向 用一个参加人员 想抹黑整场青鸟行动 而发起这项活动的海外青鸟 也紧急发声明 强调历练小姐的确是在台湾的协助者 只是因为个人因素已经主动退出 她从未经手过募款资金金流等等事项 另外网上也出现质疑说 实在广场每30秒广告是80美金 一整天大约是74万左右而已 剩下的钱去哪里 诸位单位把合约书公开 扣除手续费十拿250万左右 广告费用折合台币也要200多万 不是网友说的只要七十几万 青鸟在海外募款 想让世界看到台湾 怎料钱团圆深陷风波 不得不澄清解释 TV新闻众老报道